中山高速公路无睹交流到附近 民进党金融市长参选人蔡世英与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苏贞昌 及金融市长牛昌三大咖合体的竞选看板相当醒目 这是蔡世英的基隆捷运看板 借此向金融市民说明 在小英总统坚定相挺 苏葵拍板定案 市长牛昌强力争取 及他在立委期间全力协助下 金融捷运离大家越来越近 这次在我们的金融的地区 对于我们挂了基隆捷运的看板 那主要是告诉大家说 目前我们捷运的进度是一步接着一步 持续的往前走 而基隆捷运的案子在小英总统上任之后 在林权院长 然后还有苏贞昌院长 赖清德院长的彼此努力之下 最后做了拍板的定案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 目前是一步步的往前走 所以我们特别出了这个看板 让大家知道说基隆捷运 已经离我们基隆市的生活越来越近了 那我也相信在四英有机会接任市长的情况之下 基隆捷运会继续的往前走 在六月份完成三场环平说明会后 赖清英进一步透露 最快九月或十月 就会进入环平大会审查 综合规划也已经到收尾阶段 那目前的案子 交通部铁道局 目前正在做整体内部的整规书 预计在九月或十月左右 会把相关的案子送到环平大会审查 那我相信这就代表着他的进度是越来越快的 前副总统陈建仁在受邀出席 基隆小英之友会参序时也胜赞 蔡世英在担任立委期间表现良好 与基隆市长宁昌配合协助推动 基隆市推遍友诚 是接棒宁昌市长施政理念的最好人选 今天是小英之友会在基隆来开会 那我们小英之友会一项热心公益 而且从事很多的青年栽培的工作 那今天来我们特别是来支持蔡世英立委 希望她能够努力来竞选基隆市的市长 她对基隆市有很深刻的了解 而且她也很了解我们民间的需要 我相信蔡世英会是基隆人最好的选择 选择适应基隆就有更好的发展 更好的未来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